作词 李宗盛 十年太远 梦想太长 我只愿今生在你的身旁 我是流血在飞扬 同一片天空彼此守望 我落在你的怀里 而你落在这么亲的土壤 爸 你回来了 美风姐找温哥人呗 咱们赶紧快回来呢 还回来呀 孕孕妇回来你让她住哪儿啊 我给她找了个小旅馆 安顿下来了 行了行了 踏实了吧 说完也要赶紧回去睡觉去啊 爸 爸 爸 今天刘主任来找您了 问您到底去哪儿了 你们怎么说呀 我们说你去外面 给别人拍照去了 实话实说吧 这事我们怎么能瞎说呢 况且你现在跟刘主任 俩人正大头火热的时候 趁这个时候 必须要趁热打铁才行 要打你们打 谁打的 我摔下来啊 结果现在弄得热脸贴冷屁股 你也别胡说八道 那或许正跟我爸说的那样呢 他俩没到那一步呢 那再或许 咱爸就根本不想了 对不对 不想 嗯 啊 呔 我 在那个 是不是 是 是 我们 Não Using 我出去一次叫春意儿 看一下照相馆的门 爸这个去哪儿了呀 不是啊 平常没那么早出去过 对呀 先吃吧 先吃 快 吃吧 吃吧 吴海生 你还想不想让我叫你姐夫了 姐夫我想了好多年了 小姑奶奶 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你把那破喇叭里的歌曲儿给我掐了 你掐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夫 你又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吧 二姑娘家家也不让咋点起来 姑奶奶 您啊 小小气儿抓 关键是你要看看掐谁家的喇叭 是不是 二姑奶奶 你掐的是县政府的喇叭 你要把她的喇叭给掐了 估计你一会儿睡觉都在睡盘所 行了 吃完没 吃完赶紧买菜去啊 一会儿人家收汤了啊 好 姐 家里最近还好啊 发生死呗 你这次回来 有没有发现 爸姥姥好多啊 我是想啊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 掉过头来想想 关心关心咱爸 你想怎么关心 我这 姐 给我拿个馒头 你就不能早一点起来啊 喝点粥再走啊 再喝我就来不及了 快点 你说你就学习不咋的 饭吃不少呢 到了再吃啊 听见没 姐 你是不是 想给咱爸再找一个 小丫头骗子 聪明得很嘛 来 找谁 二零三 就要去 好 请 来 我姓司徒 照相管的 好 宋师傅 你好 你走吧 我倒点水 不用了 不用了 是这样 你不是要找人吗 我呢 给你熬了点粥 煮了点蛋 带上 路上吃 宋师傅 我今天不打算找人了 那你打算 您能不能带我去一趟邮局 我想打个长途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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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说 你好 请问是尹龙和林场吗 对 什么事儿 麻烦您找一下青年突击队的舞剑好吗 啥突击队呀 早解散了 现在林场只有看林子的没有知青 那您是负责 那您是负责 我啥也不负责 我就是一个看大门的 你刚才说那个青年突击队营地 都改仓库了 半年前都散摊子了 好了 我还有事儿 忘了啊 喂 喂 刘主任 真巧 你到邮局来办事儿啊 办什么事儿啊 我来找你来了 你找我啥事儿啊 找你拿照片儿啊 我让你洗的照片儿 洗好了吗 取照片儿 你到照相馆儿啊 你到邮局干吗来了 孙师傅 打完了 家里怎么样 还好 我跟家里人说好了 他们到时候会去接我 苏经理 不给介绍一下啊 这是刘主任 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 刘主任 你好 这是小胡 是 我是从沈城来的 是春艳儿的朋友 春艳 对啊 我们家老二你见过啊 苏师傅 那个 家里人让我尽快回去 我一会儿还得去买票 那要不要我送你过去啊 不用了 那地儿我认识 这不刘主任还找你有事儿吗 没事儿 有事儿 有 没事儿 我找他呢是有点公事儿 那你们要有私事儿 你们就忙吧 不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办公事儿了 苏师傅 这两天啊麻烦您了 谢谢啊 回头带我向春艳问好 那我先走了 你 注意安全啊 还取不取照片了 好 去去去去去 走 走 走 往哪儿走呢这是 带什么磨蚌子 你不怕摔了啊 看你 你干吗去了 我告诉你 到底干吗去 姐夫妈帮大事儿去了 你姐呢 姐 这大清早的你去哪儿了 到现在再回来 报告领导 这不我帮领导您 忙工作大事去 他骗人 就是买酒去 我给你倒了 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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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姑奶奶呀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这可是五粮一夜呀 这国家领导人才能喝到的 你要是把它给我倒了 你姐的医院的工作 彻底就告吹了 我姐的工作怎么办 你还不知道呢 华一生 春雁 扫完了吗 去前院看看爸回来没有啊 华一生 上楼 刘春啊 就那几张照片 你都看了五六回了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不是照片的问题 是你态度的问题 态度什么问题啊 你对别人的态度 可不是这样的 吴海生啊 吴海生 你这个当姐夫的 你能不能留个姐夫样啊 你这是什么都说你 她是你亲妹妹 她是你亲妹妹 你还要什么面啊 你给我少废话啊 我还没问你呢 那个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酒啊 那酒是五粮业 用钱能买得来吗 那得用票 专用采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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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有了这两瓶酒 你这工作的问题就能解决 走后门是吧 从哪儿学的搞这不正之风啊 这多难听啊 什么叫不正之风啊 粉碎私人棒了现在 苏春玉同志要解放思想 你领导是你领导对吧 就跟你是我的领导是一样 得哄 哄什么呀哄 我又没犯错 凭什么哄他 刘主任 您说 只要您说得对了 我一定该 我一定要把您的话 融化在血液里 落实在行动上 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总之 你对别人的态度 和对我就是不一样 爸 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家老二 这是刘主任 那个 广播站那大牌 归您管吧 我主要负责县里的文化工作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觉得呀 这广播内容非常的好 丰富 积极 又向上 而且拿和党和政府的宣传口径 保持高度的一致 你听听 你听听 你们家老二啊 到底是上过大学的人 这说出来的话呀 思想觉悟就是不一般 这我还得向您多学习呢 刘大姐 刘阿姨 刘阿姨 这不跟我妈一般了吗 陈燕啊 刘阿姨也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你 您问 您是不是有一个朋友 从省城来的 姓胡 对啊 胡美凤啊 他是来这儿找他爱人的 您是不是认识他爱人呢 你是说 这个胡美凤有爱人了 是啊 他不光有爱人 他还怀着个孩子呢 这一回就是来找孩子的父亲 这样子呀 陈燕啊 阿姨得提醒你一句 在你这个年纪呀 交朋友要格外的谨慎 尤其是那些背景比较复杂的女同志 好了 问题解决了 我走了 以后当着外人的面了 就别提别人的事啊 不是他问的吗 行行你现在没事 我给你安排个事 这小胡同志一个人挺了大肚子去火车上 我有点不太放心 你去看看去 好 我现在就去 大姐 没回车票吗 我这儿有票你要吗 你看看这钱量 买票不着 那么多人买不到票 你就买到 咱上面有人呢 没人我能干这个吗 大姐去哪儿啊 去贵州 贵州 上海 贵州 票 这是去德江啊 哎呀 德江也是贵州 到引龙河搭个车就到了 这明明是两个方向 这票我不愿 这票你看了吗 你拿了吗 你拿了吗 你就必须得买 你什么意思啊 你耍无赖是不是 再问一遍 买不买 我不买 这有没有女的 你 你 你干吗你 你干吗你 放手 放手 来人啊 住手 住手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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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贵州 贵州姐 你没事吧 一二 来 吓死我了 你没事了 你没事了 行 以后注意吧 尽量别在票 搬那儿买票 谢谢啊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那简单上班里 有那种手工医生 没有没有 行 那就这样吧 有用事再找我 可以走了 什么就走了 完了 完了 还在盘所待着 票呢 我让你给美风姐 买去贵州的装版票呢 你维护社会治安行 买票这时候就不行 你一车站警察 这点忙你都帮不了 这不是帮不帮的 你这是纪律的 刘得撞 别以为你穿这一身来 你就能耐了啊 你小时候求着 我给你抄作业 你忘了啊 小点儿小点儿 一二 算了吧 别被咱俩用通知了 这事儿确实不容易 美风姐 你等我一会儿吧 快 我真棒 好 那就这一次啊 只放你这一次 明天等会儿 行好办了 真的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帮美风姐买票去了 不是你买什么票 不能这么晚啊 那个女孩子家家 这么晚回来多不安全啊 再说了 还跟那个什么 我美风在一块儿 了解她们啊 那美风就怎么了 不对的 又是一只青 再说了 我都这么大了 好人坏人我分不清啊 行了 票呢 买到了没有啊 哎呀 没买着 这回沈臣的票 现在这么不好买呢 我要去尹龙河灵场 别告诉别人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买 买着了 我同学在车站当警察呢 他帮我买了 我先睡起来啊 不是你到底买着 还没有买着呀 啊 啊 快叫啊 爸 快叫 苏大人 苏大人我带我八辈祖宗 谢谢你啊 哎呀呀呀 这是先生回不行这个 起来起来起来 这怎么回事 起来 大爷 您是苏大爷吧 啊 我家 祖部三代单传 我明天快四十了 这 要不是菩萨保佑 那天呀 苏大夫在 给我媳妇了一刀 这才没让我家断了瓷 苏大夫 您是我们家救命恩人呀 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们自家产的 苏大恩人 你一定要收下 别啊别别 这不能收啊 这是我们的心意 苏大夫 你一定要收 我是医生 这都我应该做的 怎么能收你们东西呢 这是谁啊 韩生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那个患者和他的家属 这我爱人啊 大哥 别叫我大哥 兄弟啊 我得说你两句啊 你是一个大老爷们 对女人分娩 也就是生孩子 多危险的事啊 你说你大老爷们 不能来早点 不能在边上看着点啊 对 大哥你说得对 行了别说了 这些东西都拿不去 这 这不就是我们一点心意吗 要不我看这样 这些大公鸡 咱家也没人敢宰 要不你还拿不去 给你媳妇好好补补身呢 这个鸡蛋嘛 我就先替我媳妇收下 那好 那听大哥的 谢谢 谢谢苏大恩人 谢谢 这模范丈夫又来了 忙的 忙的 来 苏大夫回事停职了吗 他怎么还来 你没看着手里哪个东西 长毛 谁来送你呢 高院长 你看 这鸡蛋啊 是我家里人 从乡下专门烧来的 淳于知道 你俩人比较喜欢喝酒 你这鸡蛋啊 那这两瓶酒 是专门送给他的 你这啥意思 出门的时候 春雨千叮咛万嘱咐 说无论如何 请您原谅他 这话是春雨说的 除非他们用 八抬大叫来抬我 不错我还不回去了吗 态度特别诚恳 对了 就他治好那俩患者 上我们家去了 感谢组织感谢医院 更重要的是 感谢了领导 临走的时候 那 还留下一封这个 这样吧 既然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就原谅他 让他回来上班吧 完了 完了 还有事啊 郭院长 我还有点小小的请求 说吧 您看您能不能下班之后啊 到我们家去坐一坐 那个顺便跟我们家春雨 再好好聊聊 我跟他聊什么 他违反医院的规定是对的 下回还这样是吗 你告诉他 我处分他 是让他长记性 你走吧 回来 您答应了院长 把东西拿走 下面广播一条 来自人民日报的社论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作谈会 领导 在讲话中再写强调 必须成千 当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 中央领导在讲话中指出 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是个战略问题 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 要把这个问题 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这事找他有戏啊 来 找谁 找谁啊 不用来找你 对对对 干部 抓点福利 这不给我姨拿过来了 那他人呢 他在果博室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啊 您帮我拿着 我一会儿啊 下来找您哪 拜托 我还以 这是什么呢 这事 吴海生 你怎么进来的 我上次怎么进来 这次就怎么进来的 我郑重地告诉你 虽然咱俩认识 但这是机关 你没事不能走来 我有事啊 你有什么事啊 给您送鸡蛋来了 别嬉皮笑颜 你送个鸡蛋有那么着急吗 你非得送到机关来啊 你说你拎这个鸡蛋满地乱转 人家看见了影响好吗 不是 刘阿姨 这不是我要送的 这是我爸送给您的 不过您要是不想要的话 那我再拎回去就得了 你们回来 这 真是老素让你给我 把旗子表现了 你还估认了 那我看到这 里面的 什么东西 那我写不去 你又想到 你什么东西 你回来吧 你是要干嘛去了 爸 我呀帮春雨 解决工作上的大事去 怎么样了 解决了 当然得解决啊 不过啊 春雨她说了 必须八抬大叫 抬她回去 她才回去 您听听她这话 回头我说说她 那倒不用 不出两天 他们院长就得亲自来 就算是他们院长不来 也得派人来 对了爸 这事多亏人刘主任帮忙吧 我这倒有一个事啊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对您 特别好的素材 你说 怎么又把刘主任给扯上了 刘主任是咱一家人哪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几个孩子 最懂事最听话的春雨 现在做事也怎么没分寸 违反医院的归账制度 本来就是她的错 如今还要动用县里的广播 为自己开拓 不行 这事我必须得管 得让他们受点教训 得让他们知道疼 否则以后真的无法污天了 我再想管 可就难了 亲爱的同志们 听众们 幸福镇居民和社员朋友们 我现在为大家朗读一位普通患者 写给咱们县医院妇产科 秀称日代表的感谢信息 敬爱的县医院众导 苏大夫发扬了人道精神 在家事不在的情况下 居然居然给我媳妇做了抗肤产手术 苏大夫用她的手术刀 救了我媳妇一命 在此我感谢苏大夫的医术 更感谢县医院的领导和所有大夫 上班时间干吗呢 都不工作了 苏师傅 你家女儿真有出息 都上广播了 苏师傅 那个广播里说的苏玉刀 就是你家女儿苏顺玉吧 苏大夫 你干吗 大家伙 苏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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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叫来的人 这完全是大家伙 这些妹妹们 阿姨们 主动来向你道贺的 现在你打听打听 这幸福镇上谁不知道 你苏一招苏大夫 大家伙说是不是 这不是 各位 有什么需要向我们苏大夫 打听的 随便问 随便问啊 苏大夫 您现在是咱们镇的名医了 以后我闺女生孩子 就找您了 行 张仪 姐 你不趁着这机会 说两句啊 说两句 苏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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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边呢 爸 爸 那于海生 这是你们家的户口本 这是粮片 这是服饰品质 你们都拿走吧 爸 您这是 别叫我爸 这个家你们想住就住 不想住搬出去 爸 您干吗呀 爸 您干吗呀 挺高兴不帅 干吗要赶我姐东 我姐夫出去 爸 是不是因为刚才那件事 就让您这么不高兴啊 大姐妈 你妈临走之前怎么说 她说好好活着 别争论 是 你们现在都大了 翅膀你硬 我管不了你 看看 为了工作上 这么点事 折腾什么呀 家里折腾的不够 跑到单位去折腾 折腾的是满城风雨呀 是 我这个庙太小 我容不下你们这些大佛呀 行了 帮我走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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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去找刘主任今天事 是我去找的 跟淳于一样没关系 要谈嘛 真蠢呗 爸 姐夫也都是为了姐好 再说了 竟然来了那么多人 都给咱们家长脸呀 是 是长脸 那是打我的脸 行了 合着我白说 好 你们都对我错了 我走 爸 爸 爸 不是您的错 都怪我们 老不听您的话 我外生当了 零三年的上门女婿 我做了不少的错事 可我这次真的是为咱们家淳于好 那感谢信真的是患者她自己写的啊 这广播一广播出去 街坊四邻的都跑来祝贺 我说 为了什么呀 因为咱们家春雨她是个好人 她没做错 她就是个好大夫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好人好大夫 我做检讨 要受处分 孩子们 我大小子们在里面说的 我大小子们在里面说的 国有国法 家有家无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便 人家医院有人家医院的机率 谁破坏这个机率 谁就得受处分 财生啊 就你媳妇的事是事 是不是 你跑到人家院长那儿 你想干什么 你让人家院长下不来台呀 人以后还怎么面对 收价的员工啊 你当了我女婿三年了 我为什么认你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老是本分吗 就咱们这个赵小官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 打你老爷那一辈 就干到了现在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干干净净做人 你干干净净做事啊 爸 我 我一定会去医院做检讯 但是爸 我求你别干 我们走好不好 我们也要走了 以后谁照顾你啊 起来吧 起来吧 这些东西你都把我帮 吃了 这些东西你都把我帮 妈 你还要跟我们走啊 菜市场买点菜呀 不麻烦刘主任了吗 来请人吃顿饭呗 来 来 去咱们吃吃啊 就咱们吃啊 咱们吃啊 咱们吃啊 你吃啊 去咱们吃啊 咱们吃啊 halt 咱们吃了 好咱们吃了 爸爸的小棉袄吧 我看你还生气呢 要是生你们的气呀 我早就气死了我 对了 我想说 我海生呢 去找刘主任了 后来就倒了 孩子 让我说什么好呢 我呢 一会儿也准备去小招待所 把小胡同志请 这两天啊 光惦记着怎么找人了 鸡一顿饱一顿的 怎么着临回家之前 得吃顿好的吧 他俩在一块合适吗 那是一锅里的馒头吗 能不能一块搁吗 什么馒头不馒头 你怎么不说包子花卷啊 行了 加油 不跟你管完没酒 我就问你 你对刘主任有没有感觉 什么意思 我是说 你对刘主任 有没有我姐说的 那啥 那啥 你呀 就是那啥嘛 你爸是挺傻 老板 我退烦了 请问一下火车站离这远吗 咱哪里 好 谢谢啊 老苏 苏师傅 苏 苏 哎呀 公主任 不是 我们请您吃饭 您怎么还买东西来了呀 不是买的 家里现成的富强粉 我一个人吃不了 放坏了糟蹋了 我呀 是请你们帮忙来了 哎呦 刘阿姨 以后您帮她这样的困难 您不用亲自来 您就直接跟我说一声 我直接上您家 就帮您解决了这事啊 哎呦 行了 别臭屏了 赶紧把面搬到厨房去吧 好嘞 没事 我快来坐 哎 好 你今天穿得真好看 是 鞋片导致导致 穿得我爸看了吧 快让刘阿姨坐呀 我爸呢 我爸看那个 我爸他去菜场了 对您来特别特别重视 从昨天开始跑了三趟菜场 对 那个 我爸说了 他重要的客人 就必须得包饺子 所以我们今天包饺子好不好 干嘛 干嘛呀 跟我还用客气吗 不不不不 刘阿姨 不是他 真可强 他这叫做 还是珍惜 珍惜与您相遇的缘分 宋师傅真是有心了 饺子帮好了吗 我进去帮帮忙 不用不用不用 您先来坐一下 刘阿姨 真不用 我来 刘阿姨您 我来 想去 我去 叫谁 我找二零三 二零三听罚了 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 好像去火指站了 好 谢谢啊 请进 同志您好 同志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他们为什么不跟我检票啊 去检票款问问 我这儿不管 是吗 检票口的人实在太多了 就帮我看看吧 这车晚点了 现在进站的是 422去北京的 你不是中转去贵阳吗 出去等通知 那晚点多久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等通知 你上外边等通知去 好 我说你不是在里边包饺子吗 怎么坐这儿了 我早包完了 你出来干吗呀 你不在乎跟刘主任聊天 你看看你那表 我都跟他俩俩中头了 上至天文地理 下至国际形势 我都聊了一个遍了 光听我一个人在这儿 嘚嘚嘚嘚嘚 也不是个事啊 姐 姐夫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爸呢 爸呢 爸接人去了 接谁去了 谁啊 美风姐 说她在家一块吃饭呢 不过让她跟刘主任 在一桌上吃饭 合适吗 是啊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行了行了 我们先进去吧 好 进去 有没有见到人的孕妇 大约一米六五层有来 这么个人我没注意啊 要不然你是到别处 去找找看好吗 齐桃 谢谢 乔 快 吃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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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给我东西 快 快 爱情总是跟着那春天跑 我与春天追寻着你的味道 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止疲劳 美丽的距离却变成了煎熬 我的快乐变得越来越少 我与快乐分享离别的味道 思念如飞雪飘满了冰角 期待那重逢给我惊喜和欢笑 看太阳升起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练乱 每天我都在练习你的微笑 煎熬的背后 是否隐藏美好 看太阳升起日子在长高 要月亮初秋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想你快快来到 想着那温暖 温暖的拥抱 温暖的拥抱 那温暖的拥抱 那温暖的拥抱 那温暖的拥抱